当年拖海要是开这玩意儿 别说下树了 矮燕子也跑不了啊 无论是国内外单钢拖拉机一直是个谜 欲强则强 欲弱矮则更强 吃的比谁都操 住的比谁都擦 但性能呢真是没得说 今天咱们不了载重 就聊聊视频的这个单钢拖拉机直线加速赛 看长相 看肤色 再看环境 这不就是我们的邻居东南亚吗 而且还是东南亚的佼佼者 汽车改装界的天堂 泰国 一个真正只有螺丝都能改出来一台车的国家 拖拉机在固有人之中应该是跑的贼满 但力气很大的角色 几十匹马力拉个十吨都不成问题 但当拖拉机的传说跟它独特的传动系统有关 你别看它只有一个气缸 排量还是按CC算的 但独特的双辫子箱结构 甚至可以将扭矩放大几十倍 所以它才有这么大的力气 弊端就是速度非常慢 调到低速最低等拖拽后的时候 大概只有10公斤秒时的速度 但是视频里展现的却完全相反 因为这期视频是粉丝投稿 再加上我在泰国确实没什么朋友 网上关于这个赛事的资料也很少 关于急速和体速的数据我确实没查到 希望有在泰国的粉丝兄弟 能给介绍科普一下 这种直线加速赛者用的多数都是 九宝田发动机排量 一般在400cc到600cc左右 最大输出马力在7匹到12匹之间 改装风格你们也都看到了 极致轻量化 除了发动机其他零件多数都是DIY的 进气我估计都是开放式的 因为我找不到能放滤芯的位置 而且放大仔细看 驾驶小跟的户席都这么简约 真是骑自行车上酒吧 该找找改画画 暂且给发动机上弹线尾 至于它为啥能跑这么快 我估计持笔肯定是改了的 再加上减重发动机 估计只有大约100多斤 算上其他零件和驾驶人 撑死也就400斤吧 再换个高流量的配用器 想跑的慢也难呀 不过话说回来 下树到底是喜欢站着还是坐着呢 我是急速车市 双击观众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车